各位學員 大家好 歡迎來到 皇天在寶平安建築正愛單元 本小潔 分為兩大部分 第一部分 住商合一建築大便會破壞 第二部分 建築中間層破壞 依據 都市計劃法 台灣省實行細則 第三章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第16條規定 住宅區內的用途 以建築住宅為主 不得做下列 建築物及土地 包括 樓地板面積超過 500平方公尺大型商店 或 樓地板面積超過 300平方公尺 的飲食店 換句話說 住宅區的 住宅用地 一般可以設計 一定面積以下的商業店面 一定面積則是 500平方公尺以下的大型商店 或 樓地板面積 小於 300平方公尺的飲食店 在921大地震中 有 非常多 住商合一的建築物 受到 嚴重破壞 甚至倒塌 原因 一個是 地震率太大 其他 相關 法令規章的規定 我們要在這裡做一個討論 依據 負面表列的範圍 第12條規定 就是說明了 為什麼住宅區 的一樓 可以有 一定面積以下的商業店面的規定 至於17條 就是說明了 為什麼商業區的土地 在 一樓是商業店面 二樓以上可以是住宅的法令依據 127條 就是 住商合一建築物 的法令依據 台中市 大里市 台中 廣草大樓 倒塌 一樓崩潰的情形 我們 用一個書意圖來表示 因為 一樓是 沿街商店布施的開放空間 就是石層的 起樓開放空間 一樓主要是作為 商業用途 如果在大地震發生的時候 比如說以畫面看到的地震如果 地震力向左運動的話 如果 在我們的畫面 右邊這個柱角就會受到拉力 要把它 從地上拉起來的感覺 在某一瞬間 被拉斷了之後 這個建築物 收到右邊的地震力 因為 地震力是 左右 交互發生 在第二次的時候 柱子被壓垮了 在第三次 向左運動的時候 這個柱子 因為被拉斷了 因此 就會變成 少了 右腳的柱子 的一個建築物 當它在 向右第四次 向右運動的時候 這建築物就會 垮了 一個致命傷 就台中縣 大理市 台中王朝大樓 是屬於 沿街步道市 開放空間 台中市 德昌 新世界大樓 是屬於 通路市 開放空間 這是一個通路 再加上這邊是 商業空間 在大地震發生的時候 左搖右晃 在 通路市的開放空間 這邊的量度結構 品質比較差的時候 在第二個回合的時候 如果它斷裂了 第三個回合 的地震力過來的時候 這個 羅板跟梁就會掉落 就會形成 這個畫面 台中市 德昌新世界大樓 通路市開放空間 加上 住商混合建築物 在921大地震 受傷毀壞 德昌新世界大樓 是屬於 通路市開放空間 住商合一建築物 921大地震 摧毀損壞的情況 商業區建築物 各層樓使用情形 由於牆的數量 上架層差距很大 容易形成 軟層效應 在大地震作用下 造成建築物的 大邊緒破壞 地震力有多大呢 在921大地震作用下 只要有 一平方公尺 就會有一噸 的地震力 那各位可以想像看 小康之家30坪是等於 100 平方公尺 小康之家 一戶是100噸 如果 集合住宅是 200 那是不是2萬噸呢 那你說這個地震力 是不是很可怕呢 假如又加上 柱山混合 產生明顯的 軟層效應 大地震來 就會發生 這種 大變形的情況下 大變位 大變形 會造成 這個梁柱 在某一個瞬間 被拉斷 或壓斷 拉斷 壓斷之後 這個結構就 倒下來了 同樣的情況 發生在 住宅區建築物 一朵 當作 墊部使用 一朵當墊部使用 它的牆壁數量 遠 較於 墊部以上的住宅 的牆壁數量少 也是形成 軟層效應 同樣 在921大地震之下 造成建築物的 大變位破壞 破壞原理一致 就是 有一瓶 就會有 3.3平方公尺 也就是說 30瓶是 100平方公尺 這是一個單元喔 那各位想看看 如果你們的家是 30瓶 那就是等於代表 100噸 假如你們是 集合住宅 10 負 成為一個住宅 集合在一起 就會有 1000噸喔 那這個大地震 就相當於 1000部march的車 去撞擊你們家喔 而且不是撞一次而已喔 它會 來回 往戶的運動 你說這樣是不是 非常可怕呢 在發生 921大地震的時候 10負 人家 每一負 30瓶 每一負 100噸 那麼 10負 就等於1000噸的 大地震 那這個建築物 如果再加上 一樓是 當作電鋪使用 它的牆壁量 較少 變成暖層效應 那麼 在921這麼大的地震下 被摧毀 也就是 很稀從平常的事情喔 地震的威力 何其 大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注意 建築結構系統的配置呢 是 原因二 建築物本身的天位量 如果達到50到100公分 任何處 都沒辦法承受如此 大量 的變形 住三合一的建築物 一樓形成軟層 一樓在發生大地震的時候 一樓的頂部位移 遠遠超過 柱子手上承受的位移量 因此 柱頭簡易直接剪斷 所以 我們要避免 造成 住三合一建築物的軟弱底層 所以要特別留意 一樓軟弱層效應的檢討 住三合一建築物 有沒有解藥呢 以下四個方案 一 既然住三合一建築物破壞 是根源於類似軟層效應引起的大變位 變位破壞 故解藥之一 因從各樓層 B量比的均勻性及 連續性給予考量 使它不再有大變位的破壞情況 發生 什麼是B量比呢 現在以 123這三個圖為例 1就是B量比很少 3 一樓二樓的B量比非常相當 點續性很好 至於二 就是一個情況很糟糕 二樓的 墻壁量 B量比很大 一樓的B量比很小 二是 明顯的 軟層效應 解藥之二 政府應該 從修改法令開始 讓住三合一的制度取消 或 進行 限制使各樓層的格局 不可以變化太大 而影響到 整棟建築的結構系統 住宅區的傷害行為 應當進行管制 而傷害區的建築 不可以 與住宅用途混合 這才是上策 對於既有 住三合一的建築 政府應該 從 921地震 破壞的建築 學到教訓 早日訂定 既有住三合一建築的 補牆相關法令 民眾對補牆所需要的費用 政府當局應該 訂出 優惠銀行利率 給予鼓勵 避免大地震 來起造成 財產損失 節藥之四 不同的地區 不同形式的建築 不同的地質 會產生 類似大變化破壞 也是我們 必須正式面對的問題 本節第二部分 建築物的中間層破壞 台中縣 大理市 某棟七樓建築 三樓中間層破壞 依據 隔壁鄰居指說 原本 這棟建築物 一樓是墊墊 23456 7樓住宅 234567樓住宅 因為 3樓 開設 隔壁鄰居 隔壁鄰居 打掉 隔壁隔壁 以至於 九二大地震 三樓中間層破壞 至於倒塌 建築物中間層 破壞 原因 主要是 打通隔壁墻 整棟建築物在 三樓形成 軟層效應 在某些情況下 隔壁墻 在建築結構 扮演 一定的鞋層功能 左圖為 舊台中縣 大理寺 某壁棟七層樓建築的 岩柳架構 因為 三樓改成 格局院 因此 三樓的隔壁墻 被拆除 變成一個軟層 在遇到九二一 這麼大的地震的時候 上面的結構 會是 鋼性結構 在三樓就形成了 一個大變形破壞 這是 中間層破壞 的主要原因 建築物要避免產生 中間層破壞 那麼 建築法令 應該 要在 加以 檢討先行法令 某一層樓 主結構 未超過二分之一 不必受到 建築室結構及時 重新 檢討 換句話說 如果 你所住的住家 是集合住宅 某一層 住戶 在變更隔間 進行室內裝修 甚至 變更用途時 設計管理委會 應該 依照 公益大廈管理條例 可以關注 特別是 有 隔間牆打通的情況下 以減少 遭受 大地震供給時 建築物的中間層破壞 造成 人命 傷亡 以及財產損失 本小節 住商合一建築 大變形破壞 以及建築中間層破壞 講述到此結束 有